徽達自上週發布財報後 股價就不斷下挫 雪上加霜的是 美國財經媒體三號報導指出 美國司法部已經向徽達 以及一些第三方公司發出傳票 將會進一步調查 徽達在AI運算領域是否違反反壟斷法 消息一出徽達盤後 股價再度下挫 跌幅一度超過2% 市值更是一口氣 蒸發將近3000億美元 創下每股個股有史以來 最大的單日市值蒸發記錄 其實最近幾個月 美國政府持續強化對AI領域的監管 今年6月 司法部與聯邦貿易委員會 傳出達成協議 將啟動對徽達等 AI產業巨頭的調查 還有知情人士透露 美國反壟斷機構擔心 徽達正提高客戶 轉向其他供應商的難度 對此司法部就近山辦公室 正在著手調查 指派要是消息屬實 徽達不但會遭到重罰 流失更多客戶 還會讓市場失去信心 再次見 大件事 ürü 救